旧约中曾有过记载 天使越丑 战力越强 眼前瞅出天际的石像鬼 正是战斗天使米加勒麾下的小马仔夜行神龙 千百年来 夜行神龙默默地守护着人世间的和平 在白天 他们是建筑上的装饰石像 到了晚上才会显露出天使真身来对抗恶魔 但哪怕无数年的时间过久 这场关乎善恶的战役却仍旧分不出一个圣谱 直到这一天 一个神秘男人的出现改变了一切 当然 现在的他或许还不能称之为人 因为他仅仅只是一个疯狂的科学家 用八具尸体复活而成的 可看到他真的被赋予了生命后 身为创造者的科学家却害怕 他试图强行抹杀这个没有灵魂的怪物 但却低估了他的生命力 他不但活了下来 还为了复仇杀死了科学家的新婚妻子 这让刺目欲裂的科学家一口气追杀了他八年 甚至都追到了寒冷的北极 再然后 科学家就被活生生地冻死了 于是他抱着科学家又重新回到了家乡 甚至将他安葬到了他的家族墓里 可此时的他还不知道 这并不是结束 而只是故事的开端 恶魔早已在此处等待他多时了 毫无防备的他直接被按在地上摩擦 危机时刻 他胡乱地捡起一旁的木牌 就朝着恶魔扎去 却没想到竟直接将恶魔打回了地狱 而这边打斗的动静也惊醒了 不远处沉睡的夜行神龙 所以当其余恶魔反应过来 一把将他机晕准备打包带走时 献出真身的夜行神龙从天而降 三下五除二的就将他们也送回了老家 战斗结束后 化为人形的他们还在惊讶 人类竟能灭杀恶魔 直到看到科学家怀中的笔记 他们才震惊地发现 他竟是人类创造出的一种新物主 于是他们将他带回了夜行神龙的大本 在他重新睁开双眼后 也看到了夜行神龙的女王 女王没有因为他的特殊性而排斥他 反而是准备给他一次做人的机会 还给他取了一个温柔的名字 丧彪 接着女王告诉丧彪 袭击他的恶魔是地狱七十二魔神之一 内被流失的手下 他们已经与之抗争几千年了 在没搞清楚魔神抓他的目的前 女王以丧彪的安全着想建议他留在这里 但习惯孤独的丧彪拒绝了 于是为了增强他的自保能力 女王让手下带他去挑选武器装备 他们也告诉了丧彪 只要在武器上课上胜负 那这件武器就能变成涂魔圣器 就这样 挑选好武器的丧彪 踏上了独自一人的涂魔之路 很快 两百年的时间过去吧 打了两百年也的丧彪决定回到城市主动出击了 可这一次当他狩猎恶魔时 却不慎被一名人类警察发现 恶魔趁其不被杀死了警察 接着转头就逃 丧彪一路追赶之下却还是跟丢了 而他自己也被从天而降的夜行神龙抓走 这一次丧彪被锁住了四肢 女王怒气冲冲地告诉他 将人类卷入战争是他们最大的禁忌 所以为了避免造成更大的麻烦 他还是决定将丧彪暂时囚禁于此 另一边丧彪一直心心念念的魔神内被流逝 却伪装成了资助生物科研的人类富豪 也就在今天 实验室终于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 科学家小美利用电流的刺激成功复活了一只死去的小白鼠 但就在魔神迫不及待地要求进行人体实验室 小美却告诉他荧幕前的进展还不现实 恰巧这时手下汇报发现了丧彪的行踪 为了解开丧彪的复活之秘 魔神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强攻夜行神龙的大本 只见无数的恶魔朝着教堂奔袭而来 察觉到异常的夜行神龙幻化出本体迅速响应 一场新的圣战就这么猝不及防地开启 尽管恶魔们的个体战力不占任何优势 但在数量的堆积下 夜行神龙也一个个地被恶魔斩杀 接着化为了一道道的圣光被传回了天界 很快 恶魔们就突破进了教堂内部 眼看着恶魔越杀越多 被囚禁的丧彪也拿起武器加入了战斗 在又接连牺牲了几名同伴后 恶魔终于有了败退的痕迹 夜行神龙见状清朝出洞展开了围剿 见到情势逆转的女王也派出了贴身侍卫 而这其实才是恶魔真正的目的 只见隐藏多时的恶魔统领破窗而入 直接将女王打包带走 另一边的丧彪也从其他恶魔口中听到了这件事情 在了解到恶魔的目的是自己复活的秘密后 逼问出恶魔据点的丧彪立马就朝着据点赶去 而夜行神龙的大统领为了赎回女王 毫不犹豫地拿出了那本科学怪人的笔记 他利用笔记成功地换回了女王 就在他抱起女王离开后 等待多时的丧彪闪亮登场 为了抢回笔记 丧彪在解决完几个小卡拉米后 又一路尾随恶魔统领来到了他们的基地 丧彪偷偷地潜入了进去 在拉开一档门帘后 他也意外发现了恶魔的惊天谋划 只见整栋大楼的底部完全被掏空 取而代之的是数之不尽的人类尸体 看来这就是魔神想要揭开他复活之密的源头了 另一边 拿到笔记的魔神第一时间就交给了小美 小美一边震惊于传说竟是真的 一边看着笔记上的内容惊为天人 也就在这时 丧彪突破进了研究室 他一把夺过还没缓过神的小美手中的笔记 在安保将它包围之前 又从窗户一跃而下逃了出去 通过笔记 丧彪终于知道自己是如何诞生了 但为了让自己拥有灵魂 他不得不再次折返找到小美寻求帮助 他告诉小美他老板是恶魔的真相 小美很惊讶但也十分理解 毕竟谁家老板不是个恶魔呢 丧彪想要解释但好像找不出漏洞 还好在下一秒 一路追踪而来的恶魔统领显露出了真身 见到这一幕的小美终于懂了 丧彪立马让小美先离开 接着就和恶魔统领站在了一起 但气势上占优势的丧彪在武力之上明显偏弱 很快就被统领一脚踹下了笼 同时他也终于得知了恶魔们的计划 因为地狱的恶灵只能依附没有灵魂的去求 魔神希望借此来复活他基地内收集到的人类尸体 借此召集地狱的恶灵统治世界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始终想要抓捕丧彪的原因 但现在有了笔记就代表着丧彪没有继续存在的意义 然而就当统领准备解决掉丧彪时 小美及时出现阻止了他 而趁着统领的注意力被转移 丧彪赶紧掏出匕首趁其不被扎进了统领的身体 这才成功将其送走 事后小美带着丧彪逃到了一间废墟 并立马联系了研究所的同事让他也赶紧离开 可不巧的是同事却被恶魔当场控制住 所以当小美来到跟同事的约定地点碰面时 他也再一次地被恶魔打了个正着 另一边丧彪再次来到了夜行神龙的大本 他将恶魔统治世界的计划告知了女王 并以笔记为筹码 让女王能够保护他和小美安全离开 女王答应了 但为了已决后患 转头却让大统领在丧彪拿到笔记的第一时间将他解决 所以就在丧彪回到废墟拿起笔记时 大统领也立马对他发起了攻击 面对着这夜行神龙的最高占领 丧彪又一次被按在地上摩擦了 可就在大统领顺势给他最后一击时 却悲催地被自己的盛气划伤 就这样 最强战力的大统领也只能无奈地原地飞升了 得知消息的女王悲痛欲绝 当即决定派出所有手下捉拿丧彪 然而此时的丧彪在烧掉笔记后 却独自一人来到了教堂门前 他并不是来自投罗网的 而是准备以自身为诱饵 带着夜行神龙前往恶魔的总部 此时恶魔总部的研究是 被重新抓回来的小美本不想继续为恶魔工作 但魔神也没废话 直接当着她的面杀死了她的搭档 这逼得小美不得不利用笔记中看到的内容复活呢 可她不知道的是 就在她启动复活程序的那一刻 魔神也偷偷将程序实时连接到了弟弟的尸体库 巨大的电流通过放射塔精准地作用到了每一具尸体 全人类命运的倒计时也就此开启了 与此同时 丧彪也抵达了恶魔的庄园 看着无数恶魔缓缓地将她包围 亲自带队出征的女王终于意识到 这里就是他们一直苦苦寻找的恶魔总部 就这样 最后的神魔之战一触即发 女王带着侍卫也在此时发现了弟弟的尸体库 她不敢相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而尸体上的进度也代表着复活即将完成 另一边的丧彪终于见到了追杀她两百多年的魔神 魔神也第一次在世人面前显露出了真身 丧彪百事不灵的圣器在她面前完全无用 而魔神的随手一击就将她打得失去了战力 一旁的小美还试图关闭掉复活程序 可没想到的是 魔神早已将程序锁定 失去作用的小美被她扔向高压电容 还好丧彪及时赶到 用身体帮她抵挡住了伤害 但下一秒 她也被魔神彻底控制住 魔神在她额头刻画出复身符文 接着将她举到半空并开始召唤地狱恶灵 一刹那 地狱之门被彻底打开 无数的恶灵争先恐后地钻进一具具的尸体 见到这一幕的女王意识到大事不妙了 她赶紧命令侍卫摧毁尸体 可他们能摧毁她 相比整个尸体库而言也只是杯水车星而已 这时 最大的一只恶灵从地狱冲天而起 她绕过尸体库直接钻进了丧彪体内 在丧彪痛苦的嘶吼声中 整个尸体库的附身也在此时彻底完成 机器开始运转 庞大的恶灵军团即将被送往地面 看到这一幕的女王绝望了 而另一边的研究室内 恶灵也完成了对丧彪的入侵 魔神一脸兴奋地呼叫着自己儿子的姓名 然而等到丧彪一抬头 她却还是那个丧彪 魔神一脸震惊于她竟拥有灵魂时 丧彪也趁其不被利用她原有的伤口 刻成了圣物 在魔神难以置信的眼神中 她也只能无奈地被封印回了地狱 强大的能量形成了五道光柱 接着在空中汇集 将整个大楼击穿 并一路沿着尸体库置到地狱 剧烈的能量让整个庄园都化成了灰烬 而她的恶灵军团也一并被她带回了地狱 当一切尘埃落定后 女王带着性命于难的丧彪和小美 从废墟中飞了上来 她带着两人回到了教堂 如今魔神被彻底打回了地狱 丧彪也已经因为有了 想要守护的人而拥有的灵魂 女王也就更没有追责的必要了 所以在故事的最后 丧彪彻底地被夜行神龙接纳 她继承了科学怪人的名字 继续以涂魔战士的身份 对抗着游离在世间的邪恶力量 I Frankenstein